所以我认为在这个 他还有一个阴影 是什么阴影呢 也就是2010年的时候 他曾经主动 因为他那时候就要挑战马英九嘛 所以他就要提ECFA的辩论 可是在ECFA那场辩论里面 他是大败特败 他在那场辩论里面表现得非常的糟糕 他大概原本对马英九 有一种轻敌的幻想 以至于呢 按照民进党的讲法 就是说很多的幕僚群 在那场辩论里面要提供给他意见 他说不用不用不用 我自己来 那所以呢他在轻敌的情况下 在ECFA惨败以后 我认为在蔡英文的心里面 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这也是他现在到目前为止 他绝对不会喜欢 跟伶牙历史的韩国瑜来辩论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2015年的时候 国民党方面 一样是对他提出了辩论的要求 他也一样说 反正最后都是会辩论的 不需要提早辩论 我认为在蔡英文 最近一连串的口误 跟他在这个ECFA 仲夏的一个辩论 阐输的一个阴影之下 他当然是要留待 反正我理先十几个百分点 我何必提早创造舞台 给落后的韩国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